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承认说圣灵城市是为中国市场而设的 那么如今这个课题因为政治的因素变得非常的紧绷了 毕贵源今天就发表了这个文告 就澄清他说这家报纸的消息人士并不是他的官方的发言人 所以是无法代表他的立场的 他也说该报并没有给毕贵源第一时间回应这一项敏感课题的做法 是令他们感到惊讶的 基本上在这个文告中就有指出 毕贵源是中国毕贵源集团与柔佛本地多家公司的一个合资的企业 那中国毕贵源的集团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 好了 森林城市的发展呢 因为敦马的这个反对成为舆论以及各方的这个焦点 让毕贵源 让联邦中央政府 柔佛州政府 以及柔佛的王室成为了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那么敦马反对森林城市呢 他的这个立场跟态度呢始终如于从大选前到现在呢 都开足他的这个机关枪火力全开 对准森林城市来开炮 首先是提到70万中国人来嘛 将会获得公民权啊 然后已经卖地给外国人的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他赢得政权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当初的这个不满 以及反对化成了行动 那么先说森林城市不能够卖给外国人 后来呢就发现好像是不对劲 就出现了悠转说只要不要卖超过给70万名 这个外国人的话就可以 换言之是中国人是可以买 那么后来又说可以买 但是你不能够住 所以敦马的立场在这一个过程上反反复复 令柔佛州政府无所适从 那么柔佛州的州务大臣就干脆召开记者会 来为森林城市的发展倍数 偏偏呢柔佛州务大臣跟敦马 两个人都是来自同样的一个政党 都是来自土团党而且这个土团党呢 在这个课题上中央跟州政府出现不同调的情况 一位是首相一位是州务大臣 所以现在森林城市到底能不能够卖 卖给谁这些都非常的这个关键 一旦这个计划半途而非的话 或者是无人问津 那么它将成为大马最大的一个空城 这是个令人非常担心的一个局面 那么目前呢 毕贵源正和防务及地方政府的这些委员会合作 来讨论如何去更好的遵从马来西亚的这个法律以及法规 那毕贵源呢 其实也非常婉转的一个驳斥 他说呢 这个森林城的计划呢 只是为中国市场而特别设的一个说法 他就说呢 经过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销售中心的努力 那森林城的这个马新的买家 现在呢也已经明显的增加了 他说这个计划呢 其实也锁定了其他的区域目标 当中就包括了香港 澳门 台湾 新加坡 印尼 泰国 以及日本等等 那他说目前呢 这个客源是十分多元的 有来自将近呢 三十个国家 毕贵源也澄清 他说呢 这一家报纸呢 在文章中提到 就是新的开幕的这个国际学校呢 就是沙特圣玛丽学校 可以容纳一千名学生 但是这个人数 世纪上呢 其实是三到五年内的目标 好了 森林城市的发展规模是非常大 要建四个人造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从他填海建岛 到引进中国的劳工 然后到这个建材呢 一直以来都有 不同的这个争议存在 那么最大的争议就是 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我们能不能够 从这个这么庞大的计划中收费 如果收费的话呢 是受什么样的这个费 所以大马的民众会一直 不断坚持的会问这一道问题 直到取到满意的答案为止 那么除了碧桂园的解释之外呢 政府也必须要在这个 这么大型的计划中 有连贯性 以及一致性的政策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悠转 否则人民会混淆 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森林城市的一些后续发展 要请你继续锁定 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ityPlus 谢谢蓝主编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